儿女双全是很多人的梦想,但是真的梦想成真了,也未必就会好好的对待这两个孩子,尤其是那个女孩子,陈女士怀孕的时候,肚子别同是怀孕的孕妇的肚子大得多,每当有人问,就是因为她怀的是双胞胎,当时,别人都羡慕她福气好,还说是能是龙凤胎就儿女双全了,更是好。 等到孩子生下来,还真的是龙凤胎,先出生的女儿哭声嘹亮,后出生的儿子几乎都哭不出来,陈女士的婆婆看到两个孩子,就很遗憾的说,叫小竹。 小竹的弟弟身体不好,又因为是个男孩子,一直都受到全家人的疼爱,但来全家人也没有怎么不喜欢小竹,只剩爱说闲话的人多,人们都说是因为小竹在娘胎里吸收了太多的养分,才造成了弟弟天生身体不好。 这话听得多了,家人渐渐的就不喜欢小竹了,就连小弟弟都觉得他身体不好,全是姐姐的错。 小竹在这个家里,就像是一个小丫头,弟弟不懂事,有时候还会打小竹。 家里人从来都不说弟弟不对,所以弟弟也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不对的。 后来两个人都上了学,小竹聪明观瞧,学习成绩也好,但是弟弟太过娇气,成绩都是倒数,弟弟考得不好不开心。 回到家里哭,妈妈就罚小竹不许吃饭,说他不知道心疼弟弟。 后来,小竹也不敢考得好了,爸爸就说小竹成绩不好,上学也是浪费钱,就让小竹回家干活。 弟弟因为这件事,还得意了好久,可是等到他终于长大,明白了事事肥肥以后,就为那天的得意感到万分的羞愧。 小竹的弟弟因为家人的溺爱,也没学会什么本事,还是在家里种地。 反而是小竹,十几岁的时候爱出打工,然后又用自己挣的钱学技术,现在倒是有一份不错的工作。 小竹的弟弟长大以后,好歹多明白了点道理,知道自己家里人对于小竹的亏待完全没有道理,就和小竹道歉,说小竹根本就没有错。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,小竹心里的伤还是归同,他说,我有错,我怎么是没有错呢? 我最大的错就是身体健康,吃不饱还要干活都不生病,哪里像你,全家都疼着你。 可是你还是生病,对于生了龙凤胎,结果男孩体弱,家长却把这怪醉到女孩身上的事情。 你是怎么看的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您可以看到这个视频,谢谢大家。